今天上午9点 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线上会议 聚焦甘肃河南陕西三个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 最新的情况呢 我们来看一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这里是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线上发布会的主会场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将要聚焦汉唐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 在这其中 汉代的第三位皇帝 汉文帝的霸凌 无疑是关注度最高的项目 那么在没有确认墓主人身份之前 这里其实一直被称为江村大墓 在历史上也是遭遇了盗绝 破坏严重 但是考古队员仍然通过精细的发掘和缜密的分析 判断出了江村大墓就是汉文帝的霸凌 而另外两个项目介绍的分别是隋唐洛阳城的正平坊遗址 以及在甘肃五威发现的土玉魂王族墓葬群的最新研究成果 土玉魂墓葬群位于甘肃省五威市西南的齐连山北路 是一处唐代土玉魂王族的墓葬群 目前已发掘刹山村附近的土玉魂喜王 慕容志墓 以及马场堪村附近的三座墓葬 并对慕容志墓墓官开展实验室考古工作 慕容志墓是目前发现唯一保持完整的土玉魂王族墓葬 实验室考古清理 保护纺织品 彩绘陶涌 漆木器等各类随葬品八百余件 其中 墓制壶床 大型床榻 六曲屏风 列挤屋模型 以及铁甲皱为主的成套五倍 笔墓纸燕等文房用品 以及类型多样的丝织品等 皆为国内同时期同类文物首次或罕见的发现 出土 慕容志 慕制时代明确 内容丰富 墓葬均具有唐代早中期中原地区高等级贵族墓葬的基本特征 同时兼具土玉魂文化 土拨文化 北方草原文化特点 显示了我国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交往 交流 交融的历史进程 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时政 同样已经是重要遗址的隋唐洛阳城 曾是世界最繁华的国际华大都市 其中的正平方是唐代洛阳礼方区内的重要礼方遗址 也是考古整体揭露的唯一礼方 目前已探明 正平方遗址平面近方形 南北长533.6米 东西宽464.6米 方墙仅存基础 遗址出土大量莲花纹瓦当 铜瓦 板瓦 几式等建筑构建 以及青幼 白幼 黑幼的盏 盘 碗等生活用品 正平方遗址是唐代都城礼方制度的生动力证 发掘所建的钉字街 连通南北方门的礼方格局 以及中轴对称和多进式院落布局 体现了中国古代传统的城市规划思想 是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史的重要实力 西半方的建筑机制规模宏大 与唐代洛阳城宫殿建筑规格布局相似 出土建筑构建与工程所见相同 东半方另开方门的现象也显示了其特殊地位 与文献记载的太平公主宅 国子建 孔庙功能属性接近 推测西半方宅院或为太平公主宅 东南区东路或为孔庙 中路或为国子建 本次发掘将为唐代政治制度史和社会生活史研究 提供重要资料 最后一个项目是陕西西安白鹿园上的江村大墓 确认是汉文帝的霸凌 墓葬有四条墓道 平面为亚字形 墓室边长约72米 深30余米 墓室四周发现110多座外藏坑 呈放射状分布 从墓葬形制来讲是汉代的顶级配置 目前已经考古发掘了江村大墓的八座外藏坑 出土陶涌 铜印 铜车马器及铁器淘气等1500余件 铜印印文有车府 仓印 中司空印等 表明江村大墓周围外藏坑 因为模仿现实棺属 府库建造 卖藏坑外围有卵石铺气的灵源设施 暂定名石围界 边长约390米 石围界四面正中外侧有门植 推测可能为独立的地灵灵源 而江村大墓东北方的另一座亚字形大墓 是汉文帝妻子窦皇后的陵墓 江村大墓的形制规模均符合西汉最高等级墓葬规格 加之其周边分布窦皇后陵 博太后陵 专家确认江村大墓为汉文帝霸凌 本次考古工作确定了汉文帝霸凌的准确位置 解决了西汉十一座地灵的名位问题 霸凌双重陵园 地灵居中 外藏坑环绕的结构布局 与汉高祖长陵 汉惠帝安陵显示出明显的差异 奠定了西汉中晚期帝王陵墓制度的基础 对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深入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国家文物局刚刚正式公布了汉文帝霸凌所在地 决定为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园的江村大墓 并不是传统认识上史料记载近千年的凤凰嘴下 那么对于这个重大的考古进展 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陕西省文物局的总台记者常青 常青你好 你在现场了解到的信息 好 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 天亮 我现在是在陕西省文物局 在国家文物局正在举行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 重要工作进展工作会上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通过线上介绍了 陕西西安江村大墓的考古情况 在1966年级开始的多次汉文第80考古工作基础上 通过2017年持续至今的最新一次考古发掘 结合文献记载 考古研究院认为江村大墓为汉文第80 而文献记载最迟从元代开始 人们传统认识中汉文第80是在一个叫做凤凰嘴的地方 而立碑为记 此次江村大墓却认为真正的汉文第80 可以说是纠正了一个流传近千年的关于西汉地灵的重大错误认识 在刚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江村大墓考古工作主要收获的汇报中 介绍了此次考古对凤凰嘴汉文第斗皇后林 江村大墓及外围区域的调查勘探结果 对江村大墓西北一组桃腰遗址 江村大墓八座外墙坑和西南23座陪葬墓的考古发掘结果 这些考古结果最终让江村大墓及其周边的遗迹 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陵区 与汉高祖长陵 汉景帝阳陵 汉武帝茂陵等以确认的西汉地灵形制布局规模相当 并且有显而易见的发展演变轨据 从而完成确认江村大墓为汉文帝霸凌的逻辑拼图 汉文帝在位23年开创了著名的文景之志 是汉朝从国家出定走向繁荣昌盛的关键时期 江村大墓的考古成果不仅确立了汉文帝霸凌的位置 解决了西汉十一地灵的名位问题 而且考古成果有助于对地灵规模 形制布局及内涵进一步的掌握 对研究中央集权的帝国政治理念 政治思想 政治制度的演变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据了解呢 接下来江村大墓还会进行持续的勘探和发掘 重点对于江村大墓霸凌和南陵进行持续的开掘和重点保护工作 我在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天亮 好的 谢谢长青给我们发回的报道 那么汉文帝刘恒是西汉文景之志的开创者 据史书记载 文帝死后藏于霸凌 不起风土 2000多年后的今天 考古人员是如何确定汉文帝霸凌具体位置的 考古勘探发掘中都发现了哪些证据来证实江村大墓就是汉文帝的霸凌呢 在陕西西安白鹿园上的江村东侧 有一座大型墓葬 被称为江村大墓 考古人员勘探发现 江村大墓是一座有四条墓道的特大亚字形数学土矿墓裹墓 这样一座大墓却没有任何风土 首先一个从墓葬形式来讲 它是亚字形的 这在汉代当时呢 是定级配置 是只有皇帝皇后才能用的 这么一个墓葬形式 而且从规模来讲的话 它这个连墓道算上的话 250米 东西250米 南北呢是140多米 墓葬规模非常大 墓室呢长度都70多米 这个一般的臣民呢 包括诸侯王的墓呢 也都不会超过这个规模的 那么这座大墓墓主人会是谁呢 在江村大墓四周 考古人员勘探发现了115座外藏坑 这些外藏坑围绕着江村大墓 呈放射状分布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 2017年开始 考古人员对其中8座外藏坑进行了考古发掘 出土了着衣陶涌 陶器 铁器 铜器等大量汉代文物 同时还发现了石围界和门阙机制等灵源设施 特别让考古人员惊喜的是 他们在这些外藏坑中发现了名气官印 官印上的文字为车辅 中司空印等 古代的时候呢 官印就是 官属的权力的这个象征嘛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个陪葬坑 外藏坑里边出土了官印 我认为就象征地下的官属机构 你想想一百多个官属机构围着中间的这个墓 所以这个墓主是谁 这个墓主只能是皇帝 考古发现将江村大墓墓主人的身份 指向汉代皇帝 但它究竟是不是汉文帝呢 在江村大墓东北方 有另一座亚字形大墓 这座大墓距离江村大墓约八百米 地面有高大风土 这就是已经被史料和考古证实的 汉文帝妻子 窦皇后的陵墓 我们在周边的这个断崖上 发现了这样的 夯土的遗迹 那么我们依据这个线索 对外围进行了 大规模的详细的勘探 发现了一道 东西长约一千二百米左右 南北宽约八百六十米左右的 一圈的夯土围墙 那么这个围墙呢 把江村大墓和窦皇后陵 围合在一起 江村大墓和窦皇后陵呢 处于一个大陵园里边 这个体现的就是 汉代皇帝皇后合葬的通营医学 一个大陵园是通营 然后呢 一人一个墓穴一个分头 当然是这个通营医学 所以说大陵园的这个发现呢 实际上提供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证据 而这种布局和我们已知的 长陵 阳陵 安陵 茂陵等等 完全一致 江村大墓 窦皇后陵 及其周边遗迹 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陵区 综合相关历史文献和考古研究资料 考古学界一致认定 江村大墓就是汉文帝霸陵 出土文物上的文字都证明它的时代是西汉早期 经过专家们在一块讨论的嘛 专家一致认为这个结论是没有问题的 是汉文帝霸凌 江村大墓没有高大风土 在考古现场不论是在地面上平视 还是用无人机从天空上俯瞰 都看不出这里有一座大墓 他进入考古人员的视线 还要从多年前的一起盗墓案说起 2002年 发生在美国的一次拍卖会 第一次把江村大墓 推到了中国考古学家面前 六件从这里被盗出境的西汉韬勇 出现在了美国索斯比拍卖行的 拍卖图路上 即将被拍卖 我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 及时进行了交涉 在拍卖之前 把这六件陶勇 从拍卖的名单里拿出来了 我受国家文物局委托 我回答了索斯比拍卖行 提出的11个问题 为什么说是中国的 为什么说是陕西的 为什么你说是西汉的 然后你们那个地方 出土这样的陶勇有多少 等等就类似的问题 经过多方努力 这六件陶勇于2003年回到西安 随后相关部门 对这六件陶勇的来历展开了调查 最终确定是盗墓分子 从江村古墓盗掘的 当时那两个盗洞 就是麦子一收 非常清楚 后来他们在这个 卫星图片上都能看到 2006年 在确定了这些陶勇 出自江村古墓后 考古人员对这里进行了考古调查 勘探结果让考古人员大吃一惊 这里竟然隐藏着 一座有着四条墓道的 亚字形大墓 那么这座大墓的主人 又是谁呢 进一步考古勘探发现 江村大墓东西墓道总长度 达250米 从墓葬形制来讲 属于顶级配置 超越了公主 甚至诸侯王 雅字形在古代社会 实际上主要是帝王来用 墓葬边长70多米 东边墓道到100多米 除了皇帝墓之外 其他的包括诸侯王 他也就是30米到50米 60米这么一个情况 虽然也有人猜测 江村大墓有可能就是汉文帝霸凌 但自元代以来的相关记载和考证 普遍认为 汉文帝霸凌在江村大墓 以北两公里的凤凰嘴 没有确凿证据 谁也不敢说 江村大墓就是汉文帝霸凌 我们考古有个规矩 你要有疑问 你要在发表你的文章的时候 你就必须有一系列的证据在这 心里边想的 这可能就是霸凌 实际上结论 大家心里都 那个时候大家心里都清楚 但是要通过一系列的工作 来证实这一点 历经多年考古调查和论证 西安江村大墓最终被确定为汉文帝霸凌 近年来专家在对江村大墓外藏坑的考古发掘中 出土了不少珍贵的文物 现在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杨宇彤 杨宇彤您好 请你来带我们看一下这个外藏坑的情况 好的主持人 那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江村大墓的15号外藏坑 那江村大墓位于西安东郊的白鹿园上 从空中俯瞰 这座大墓和其他大多数的帝王陵墓不同 它没有高大的封土 那这是因为汉文帝在遗诏中表示 它的陵墓不起封土 那根据考古调查 这座亚子形的大墓四周 有115座外藏坑呈放射状的分布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座15号外藏坑 就位于这座大墓的东北角 那这个外藏坑长约72米 目前考古发掘了39米左右 从底部到地面大约是8米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在这个外藏坑里 已经出土了大量的陪葬陶涌 那细心的观众可能会发现 这些陶涌和我们平时所熟知的 秦始皇兵马俑的陶涌 有着很大的不同 它的身上没有胳膊 也没有衣服和铠甲 那专家告诉我 这些陶涌它其实叫做着衣涌 穿着着衣服的衣 那其实也就是说 在2000多年前 汉文帝下葬的时候 他们的身上其实是穿着 各式各样的衣服的 并且也是有胳膊 只不过胳膊是用木头做的 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 在陶涌的肩部 有一个圆孔 那这个圆孔 当时就是用来安装 木质的胳膊的 那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 那些当时的木料和布料 都已经腐烂 所以就呈现了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样子 那其实大家也不必 太感到遗憾 感兴趣的朋友 也欢迎大家来陕西 去汉景地的杨陵博物院看看 那里展出着一尊 经过复原后的 西汉着衣陶涌 可以看到 他身上的衣服 非常的华丽 那形象也十分的生动 其实在前面的片子里 刚才也给大家介绍过了 江村大墓 它的外藏坑 其实是象征着 不同的当时的官署机构 那么我们现在 所在的15号外藏坑 又会是一个 什么样的机构的象征呢 来 我们现在带着大家 在这些坑里的文物 来找找答案 那我们先看这一组文物 专家告诉我 它是叫做石庆 那石庆呢 是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 通过敲击不同大小的石庆 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 那除了石庆 考古人员在这个外藏坑 还发现了 其他一些和音乐相关的文物 比如说这件 是一个铜制的绿管 绿管呢 是古时候人们用来 确定音高的一个标准器 我们看到这件绿管上 上面写的两个字 黄中 它又代表什么意思呢 其实古人们呀 是用十二根 不同长短的绿管 可以在一个八度内 吹出十二个不同的音高 被称为十二绿 那每一绿啊 都有自己的一个名称 这其中的第一绿 就叫做黄中 所以呢 这件绿管 也被叫做黄中绿管 那相信 刚才通过我的介绍啊 大家应该也能猜到 我们现在所在的十五号外藏坑 它其实就象征着当时 一个与音乐相关的机构 那么其实专家目前在对这八座 外藏坑的发掘中啊 已经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珍贵文物 那其中不少文物啊 其实也能体现着我们古人的智慧 比如说 济时间用的铜笛漏 比如说马车上用的这个齿轮 那相信呀 在将来 这些文物啊 就会在博物馆里和我们见面 那其实也正是一次又一次的 考古发现呀 能够让我们更好的认识 渊远流长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好的主持人 我在江村大墓了解到的情况 就是这样 这些文物向我们讲述着 两千多年前的故事啊 好 感谢玉童给我们发回的报道 那么历经多年的考古调查和论证 西安江村大墓最终被确定为霸凌 其实在此之前呢 霸凌在历史上就有着相关的记载 在江村大墓以北两公里 有一个叫凤凰嘴的地方 从元代开始呢 那里被认为是霸凌的所在地 那如今呢 霸凌已经确定位置了 凤凰嘴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历史上的谬误 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 史料记载 公元前157年6月 汉文帝在长安城魏阳宫病逝 群臣遵其遗诏 将文帝葬于霸凌 不起风土 此后不少史书中 都有对于霸凌的记载 但是具体位置并不明确 易道元写水晶柱的时候 人家当时曾经明确讲 汉文帝临在白鲁园上 然后呢 没有提具体的地址 白鲁园这个地望太大了 那这个整个范围 从蓝天一直到咱们产河边上 那30多公里 直到元代 学者洛天香在其编撰的 内边长安质中记述 文帝霸凌在京兆通化门 东四十里白鲁园北 凤凰嘴下 这是考古专家 目前能查到 关于霸凌具体位置 最早的记录 这里就是位于西安 白鲁园的凤凰嘴 金字塔的外形 与其他帝王陵墓的风土 十分相似 在山下的樱桃园里 矗立着数座明清以来 所立的石碑 20世纪上半叶 多名中外学者 先后到凤凰嘴考察 都认定凤凰嘴就是霸凌 新中国成立后 经过数次考古调查 也得出同样结论 但是如今的考古发现 却证实 江村大幕才是真正的霸凌 那么凤凰嘴 就成了一个谜团 如果说江村大幕是霸凌 那凤凰嘴是什么 因为凤凰嘴呢 那前面立的杯子 文献上有记赛 那就证明那个地方 可能会也有个陵墓 如果那个地方有个陵墓的话 和川门的关系 这就不好说了 其实在2011年 在国家文物局 大遗址考古工作中 陕西省和西安市的考古专家 就对凤凰嘴展开了调查勘探 然而 经过一个多月的勘探 工作人员在凤凰嘴 没有发现人工开凿过的痕迹 紧接着 工作人员又进行了第二次考古勘探 耗费了近半年的时间 仍然一无所获 考古专家随后又请来了 陕西的一家地矿企业 通过地磁雷达 高密度电阻法 侧东法等现代化的手段 对凤凰嘴进行勘测 然而 所有的勘测结果都显示 这个千百年来 被认为是帝王陵墓的地方 竟然没有发现任何古墓的痕迹 既然没有发现古墓 那么凤凰嘴为何会在历史上 被认定为汉文帝霸凌呢 也就是说 根据目前的研究 凤凰嘴是霸凌这一观点 最早应该是由元代学者 骆天香提出 至于作者当时为何持有此观点 今天我们已无法考证 不过专家推测 后世的学者很可能是受到史书中 关于霸凌 因山为藏 不负起焚技术的影响 从而将霸凌与唐代地灵的外观相比较 做出凤凰嘴是霸凌的结论 因为唐代的那个所谓的阴山为陵的像 周陵千陵 都是找一个非常俊秀的小山峰 他们可能是想象着 是汉代 汉文帝的阴山为陵 可能跟唐代差不多 所以他在附近 必须要找一个俊秀的小山峰 那这样子 而刚好呢 如果从霸盒位置往上看的话 确实也是七十俊秀 看着很像那么回事 霸凌作为开辟文景之志的汉文帝的陵墓 对研究汉文帝其人 以及西汉时期的政治文化军事等 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据史料记载 汉文帝刘环是一位十分节俭 并且孝顺的皇帝 史记孝文本记记述 至霸凌皆以瓦器 不得以金银铜锡为室 不治坟 欲为省 无繁民 从目前考古专家 对霸凌外藏坑的发掘情况来看 基本印证了史书中的记载 第一个就是说 他的陶勇啊 他的陪葬器物啊 都是三分之一大 都是不适于实用器 在一个这出土的高等级的 特别是金银装饰的器物呢 很少 相反呢 我们在南岭 就是他母亲妈的那个 他母亲的那个岭车马呀 这元大的 都是实用的 然后车马上的装饰呢 有很多金器 流金器 制作呢 明显的 应该说好于地零 我们讨论之后结果就是 文帝自己节俭 但是他给他妈 他要买好东西 也就是说孝顺 就是说从斯德来说 这个人还是个 还是不错的一个军王 汉文帝在位期间 降低田租和赋税 减轻摇曳 奉行的是汉出 无为而至的治国理念 不过考古专家在对霸凌的考古研究时发现 霸凌的双重陵园格局 象征官属机构的外藏坑 围绕地零等布局 均为西汉地零中最早出现 专家介绍 这些都表明 在汉文帝时期 已经有了儒家思想的初步体现 我们都知道 汉文帝时期加强中央集权 实际上在文帝时期 他的爷爷祖父文帝时期 就已经开始做这个工作 陵墓制度的这条线 是国家政治的体现 一百多个坑都对着地链 是一种向心式的布局 这种布局不要去删一下 实际上是一种强调 以皇帝为中心 然后有尊有卑 逐次往下降的一个 政治上的一个所谓 这实际上就是儒家的等级观念 开始在那个时候 在灵墓里明显体现出 如今霸凌历史谜团的解开 使西汉十一地零的名位 全部确定 霸凌是西汉地零制度 发展演变的关键环节 弥补了西汉地零研究的重要一环 我们要了解我们中华民族的 什么形成 中华民族是怎么发展的 通过这些考古发掘 就是逐渐把我们有从利 从古到今 中华文明的这条线 这条线是有的 但是这个线的中间总是有一些 这个线条不够粗 或者线中间有缺缓 我们通过考古的证明 把它一段一段的缺缓补起来